川席會落幕 除了北韓敘利亞問題 中美同意啟動貿易談判百日計畫 現在中國傳出 可能全面解除美牛禁令 更進一步放寬美資準路 請看我們華府記者的報導 這次川席會討論焦點 圍繞朝核問題和經貿議題 雖然會談過程看似平順 但美國對敘利亞突然發起的導彈攻擊 還是讓中方大感意外 有輿論認為 川普也是藉此機會 向中方發出一個明確信號 中國也確實有很多人看到說 如果美國可以對敘利亞這麼做 那自然在未來也有可能對朝鮮這麼做 如果朝鮮決定要進一步採取這種核試驗 或者是導彈試驗來挑戰這個國際社會的話 那勢必給中國會造成很大的困擾 就是中國如何能夠有效地應對這種挑戰 同時還能夠滿足美國對中國的這種期望 這次峰會 美中雙方針對具體問題 並沒有提出任何解決方案 只是同意建立新的高層諮商架構 在經貿領域 雙方將展開為期100天的貿易談判計劃 以推動美國出口 減少美國對華貿易逆差 出席川席會的官員日前向金融時報透露 中方已答應將為美國金融投資和牛肉出口提供更好的市場准入 以避免貿易戰 對於這次馬拉格莊園的會晤 川普4月8日曾發表推文說 已和習近平建立善意和友誼 但在經貿方面還要拭目以待 要想觀察這次美中峰會的成果 尤其是美中之間如何解決貿易領域的分歧 專家認為未來100天將是關鍵 這是新台灣記者王凱迪美國首都華盛頓報導